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可就不能安枕了 公台所言甚是 那一温侯之意 我们是要帮助刘备合计纪灵了 不 不战最好 如今只要纪灵一声令下 小佩恐怕就会夷为平地 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想不战 恐怕也不大可能了 放心吧 我有一计 可令元柳两家都不怨我 我平生不好斗 唯好解斗 你们两家看在我的面子上 各自罢兵 如何 不行 我奉我家主公之命的 你们放肆 娶我几来 诺 你们两家要杀要合 一切尽在天命 我有一计 让老天来定夺 原门到中军大帐 约一百五十步 如果我一箭射中化己的小枝 你们两家就此罢兵 如若射不中 你们就各自回应 只管安排厮杀 无论生死 我不再过问 如果你们两家 有谁不听我的劝告的话 我就将助另一方合力拒之 温侯所言其事 好 能摆过川阳者便是神剑手了 有着一百五十者 纵然吕布有臂力 料也难射中 不如解硬了他 如果他射不住 我便可以放下心 痛快厮杀了 好 就听温侯的便是 绿布小二虽然有点本事 但这次恐怕是垂大了 如若射不住 接下来 将有一番惨烈的搏杀了 只愿他射中便好 了 到海后 为了 上天令你们两家 各自罢兵 谁也不得再违背天命 温侯果然神勇 佩服之志 这吕布未免也太神了 不动一兵一卒 光试射了一箭 就让继灵心服口服 甘愿退兵 这算什么呀 这要是换作我们大哥 别说一百五十步 就是三百步 师妹 不得吹嘘 我说的是真的吗 刘备现在已经去小沛了 咱们不如去小沛找她吧 这怎么行呢 我好不容易才把子龙救出来 子龙当然要跟我回幽州了 你救了子龙 那我请问郡主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 我至少不离不弃啊 我来到长山 遇到了庞先生 辗转又辗转 才让子龙 避了夏侯节一节 所以才避到了此处啊 你呀 就会把功劳 往自己身上拦 反正幽州 我们是不会去的 你 你放心好了 只要子龙肯跟我回幽州 我一定会让父侯重用他的 承蒙公主厚爱 赵子龙不敢当 你凭什么替她说话呀 那你又凭什么 替公孙赞说话呀 因为我是她女儿 庞先生 他们都不相信我 你身头管大 不如你在私谱上一挂 看我有没有胡说 郡主莫及 郡主 咱且不说 子龙该不该回幽州啊 小沛 他定然是去不成的 刘皇叔离开小沛了 对 大将军 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 他们就接着起哄了 这么说来 形势有了变化 对 这事出就出在 张妃张艺德身上了 张妃是个莽撞之人 假扮山贼 偷了吕布的马匹 那吕布怎肯善罢甘休啊 张妃吕布 大战了一百回合 未分胜负 在这个时候 刘备欲出来平息此事啊 就在此时 吕布听信了成功的话 不杀刘备 必有后患 刘备现在兵力甚微 岂是吕布的对手啊 对 说得是 他虽然兵力甚微 但他可以帮兵助阵呢 吕布和曹操恩怨已久 刘备便投到了曹操的门下 这样就形成了 曹刘联合共同对抗吕布 玄德公和曹操合力 纵使吕布再怎么神勇 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对 赵将军说得极是 吕布虽然神勇 但纯属于是 有勇无谋之辈 曹操呢 又是一个善用计谋之人 曹刘联合经过几番厮杀 大破了徐州 吕布被困下批 赵将军就出了 离开知名 Şimdin 小姐 不好了 不好了 吕布正在栗栈 城门被攻破了 不止吕布被擒了 吕布有赤兔 有方天化疾 就算是城坡 他凭着万夫不当之勇 孤身也能杀出重围 怎么这么容易被擒 听说他手下的大将侯城 逃叛了曹操 先盗了吕布的赤兔马 和方天化疾 而后趁其困顿之际 将其擒住 住手 不得胡乱杀人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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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都给我听着 如若再敢残害百姓的话 休怪我等动手了 全部散开 快走快走快 快走快 曹操当年向我义夫借用七星宝刀 说要用此刀手刃动作 为大汉除尖 替百姓除恶 他当年是何等的侠义 何等的豪马 而如今 如今董卓早已魂飞魄散 而曹操的手下 却大肆杀害手无寸铁的百姓 这才短短数年 当年的忠臣侠师 怎么会变成一个杀人的魔王 小姐 咱都说会变的 当年的曹操 只不过是一个御林军的校尉 对 而现在的他 却是手握正兵的一方诸侯啊 人怎么会变这么酷 变得越来越恐怖 越来越可怕 为什么会这样 袁绍四十三宫 数十年来深受皇恩 他本应当尽心报国才是 可他却只顾扩张自己的实力 孙坚曾经在十八路诸侯 征讨董卓之事 作证最为勇猛 但他却 是什么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次律的 伯母 裔布匹夫 死者死矣 何聚iniz有 押下去 诺 诺 走 走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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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好生面熟 我与你在浦阳城相遇之时 永远难忘 只是感到遗憾 原来你还记得 那 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遗憾 当日之火不大 没能烧死你这国贼 曹公且慢 曹公 张辽的忠义声名远播 关于远用姓名担保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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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